在主里,像在线上一起参加查经班的同龄弟兄姊妹 各位的同工,传道们大家平安 那今晚我们会继续的来去谈到有关约翰福音书 那今晚我们要特别谈论的是有关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的这个 圣餐礼 所以现在我会把这个讲义把它放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内容 那今晚我们就是要谈论的就是从约翰福音书里面看圣餐礼 过去的时间我们已经查稿过约翰福音书里面的一些教义 我们正义书教会的五大教义 那我们谈过的是洗礼 那个洗脚礼 今晚我们要谈的是圣餐礼 所以是很奇妙 这个约翰福音书就完整的都有记载有关这个三大圣礼 我们教会的三大圣礼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今晚就焦点就关注在约翰福音书里的那个圣餐礼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如果要成为圣礼的话的要素条件是什么呢 那跟前面的洗礼洗脚礼或者是这些包括圣餐礼 那个圣礼的要素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成为这个圣礼 就是在这个英文里面都叫Sacrament 或者马来文也叫Sacrament 那它是从这个拉丁文字出来的 就是那个Sacrament 那圣礼的话 我们成为圣礼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达到这个救恩的果效 那要达到这个救恩的果效 我们必须要配合从上而下的这个条件 那从上而下的条件是第一个 那必须是主耶稣亲自曾经设立示范的 那第二呢 是主耶稣吩咐了门徒照着执行 同样的今天教会也会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照着执行 那第三个条件一定是表明 那这个圣礼是跟我们的得救有相关的 是世界的关系的 那除了从上而下的这个条件以外 那圣礼要有果效 那什么还有从下而上的这个条件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有差遣要执行的人 那所谓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 被奉差遣被案例为长老只是传道 这些圣旨 圣旨人也来去举办 那第二呢 那必须是按照主耶稣所交代吩咐的那个方法 那执行的方法一定要对 那你执行的方法不照主耶稣的话 人自创的新方法 洗礼的新方法 圣餐礼的新方法 那当然是没办法达到这个 达到救恩带来福气的果效 那第三呢 那必须是被指定的工具 或者是一些材料 所以圣礼要执行的话 一定是有他被指定的工具或者材料 那就好比说圣餐礼 圣餐礼所指定的 主耶稣执行的 也按照他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我们要去按照做的就是要一个五教饼 还有这个五的葡萄汁 所以这是圣餐礼的材料 所以如果都有从上而下的这些条件 或者从下而上的条件 也都有了 那双方这样的配合 我们教会替代主耶稣 这样来去执行这个圣礼的时候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真理和圣灵 如果教会没有真理 没有圣灵 那当然了 这些圣礼也没办法达到这个救恩的果效了 所以这是圣礼中 从圣经我们所知道的要素条件 必须要符合的 好了 那我们今晚就单单焦点 就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看这个圣餐礼 一般上从这个圣餐礼跟那个洗礼和洗脚礼 都是一致的了 都一样的 只要是耶稣曾经来去举办的 设立的这个圣礼的这些意义 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奇妙的是 在约翰福音书里呢 如果我们对照对观福音 所谓的对观福音 就是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还有这个路加福音 这些都叫对观福音 这些马太马可路加可以对观的 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来去对照的 那约翰福音书 就跟对观福音书有点 记载的有些不一样 虽然它是四福音书 但是约翰福音书的记载 比较特殊 所以比较 记载的比较属灵的一种含义 那现在我如果我们看圣餐礼来说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那天晚上主耶稣在执行这个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的那个过程 都有记载 但是当我们看约翰福音书里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最后 设立这个举办这个圣餐礼的这个过程呢 但是主耶稣竟然有提到圣餐礼的属灵的那种含义 那是从哪里开始呢 那是从约翰福音书的六章开始 六章呢 就是从那个五个饼 两条鱼的神迹 从那一个神迹里面引进来的 原来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 曾经也说了一篇的道理 这一篇的道理就是关乎这个圣餐礼的 所以很奇妙 约翰福音书就很特别的记载 这一个部分 这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 对观福音书里面没有的 那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 从这个神迹以后 那就有很多人在跟从主耶稣了 甚至到主耶稣打发他们离开了 散开了他们 那主耶稣也独自的去祷告了 那那个以后呢 还有很多人还是要追踪主耶稣的脚踪了 要寻找耶稣 那第二天呢 既然有人看见了耶稣 他们就来这个海边来去找耶稣了 就对主耶稣说 我们一直在寻找你 但是没办法寻找 那后来主耶稣一看见他们 主耶稣已经是知道他们的心 为什么他们来找耶稣的了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的二十六节的话 主耶稣很自解的 直接的告诉他们说 你看六章二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赤饼得保 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这句话是不客气话了 就责备这些来寻找主耶稣的人 难道来找主耶稣错吗 来找主耶稣没有错 但是来找主耶稣有另外的动机 有另外的一种心理的目的 那主耶稣是看穿了 就跟他们说 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 所谓的看见神迹 就是刚前天 昨天就是说 因为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 给五千人吃饱了 那主耶稣醒了这个神迹 他们竟然没有借着这个神迹 来认识耶稣是基督 是弥赛亚 没有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那这样的话 那第二天 还有许多人来找耶稣 那目的何在呢 那主耶稣说 乃是因为你们要吃饼得保 原来大家都来找耶稣 都是因为什么呢 为了吃面包 为了五个饼两条鱼 然后往后的日子 只要我们跟从耶稣的话 那就不走吃了 因为主耶稣能够赏吃食物给他们 那主耶稣这样一责备以后 那接下来的二十七节 我们来看 约翰六章二十七 主耶稣就说了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只是父神所印证的 好 这里主耶稣就归纳成 跟他们说 既然是要找食物了 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就不要为那个避坏的食物劳力 为 应该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所以这里有两种食物 两种食物 第一种是 主耶稣是说避坏的食物 第二种是 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 那现在这些来找耶稣的人 他们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避坏的食物来去努力 大家都一直在找耶稣 在很劳苦的找耶稣 都是为了什么 避坏的食物 所以是指着 昨天就是五个饼 两条鱼了 或者简单说 就是为了食物了 就是肉体的食物 这些都是避坏的 那主耶稣说 必须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所以大家各位弟兄姐没有注意 所以圣餐里的道理 其实就是从这一个点开始 就是永生的食物 从避坏的食物 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 那一个神迹 那是避坏的食物 要引进什么呢 要一个永生的食物 那这个永生的食物 他们必须要劳力 要去劳苦的 出力的 努力的来去寻找 去得到他 那这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六章三十五节 我们看六章三十五 我是把它跳过去了 那让大家知道永生的食物是什么 那六章三十五节 主耶稣就到处来了 那什么叫永生的食物 三十五节 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二 信我的永远不可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上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 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有很常提到的这个相对性的我事 相对性的 比如说我是世上的光 种种的 那这里的六章 主耶稣就开始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这个粮就面包了 我就是有生命的那个面包 所以从这壁块的食物 现在主耶稣要他们看见 那个永生的食物 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 主耶稣现在就把它划出来了 到处来了 他说我就是 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然后再看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赐这粮就必永远活的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主耶稣越讲的道理越来越清楚 所以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物呢 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就是主耶稣本身了 那主耶稣的本身就是生命的粮 那怎么吃得到它呢 五十一节主耶稣就说 我所吃的那个粮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那这个是很直接的 主耶稣就 我们也不用多加解释 就是说主耶稣很清楚说 主耶稣那个生命的粮 是什么呢 是主耶稣的肉 主耶稣的肉 那你听到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念圣经的话 如果当天我们听到主耶稣这么说的话 你会很恶心啊 怎么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 现在要吃主耶稣的肉呢 要领受主耶稣的肉呢 而且是吃了以后 永远活着 而且是他要将这个生命赐给世人的 吃他的肉 吃主耶稣的肉 那不奇怪啊 你看六章的五十二节以后 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就开始彼此争论 大家都在质疑主耶稣说 这个人怎么说 他的肉是可以吃的 怎么可以吃 好像不人道 好像不逻辑 好像 这个 这种道理 不容易接受 所以难怪如果你看到 约翰福音的六章的 六十节的时候 有很多人听了这些道理也没办法听了 所以就有很多的退去 到了六十六节你会看到 有很多人 退去 不跟从耶稣 所以从约翰福音书六章 我们就当他 最多的人数 主耶稣面对的人数就是五千 大家都想 听主耶稣道理的 后来也有人找耶稣 越退越 越退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六章的六十七节 剩下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剩下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如果你在看到最后的时候 原来 十二个门徒当中 还有一个 是摸归来的 是要 是要把耶稣卖掉的 所以这个人数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听了主耶稣的道理以后离开的 所以 主耶稣的道理不一定是很好听的 有时候是听了以后 大家就 愿去 甚至 没办法用信心接受就跌倒的 所以 这一部分呢 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 那个圣参礼的道理的时候 都会引进到怎么样呢 在这个六章的五十三 到这个五十八节的这一个部分 五十三到五十八节 就是主耶稣要说出来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要吃 肉 那接下来 在这个 五十三到五十八节的时候 主耶稣就 说出来怎么吃 吃的 你零售了主耶稣的肉 还有他的血 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果效 这些都是圣参礼的 属灵的 含义 那 这一种部分的记载呢 是没办法在马太福音 马可 露家福音 找到的 所以 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圣参礼是 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别的 记载 所以大家是 要关注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是约翰福音处里面的圣参礼 好了 那 那从约翰福音的圣参礼里面 我们就 拿动一个表来做对照的话 大家 你可以从这个荧幕上看到这些资料 那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可以你要把它 就是如果你用手机 记得有些可以 在那个荧幕上可以把它拍照 那你拍下来都无所谓 那我也有把这个 这个内容 这个 讲义放弃PDF 发送给 大家 大家也可以从那边看 所以你看那个 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 我就把这个 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有关 圣参礼的内容 主耶稣 都一直在说 你们拿着刺 因为主耶稣拿起那个饼来以后 那个饼 我叫饼 那他就 祝福了以后 他们说你们拿着刺 这是我的身体 主耶稣 表明那个圣参礼的那个饼 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身体 马太马可路加 甚至在这个 格林多前书的记载呢 都是 说 身体 都是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些书都说的 那 那是不用怀疑的 那是主耶稣亲自说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身体 但是主耶稣的宣布以后 是赐主耶稣的身体 什么呢 那 就 不生路了 那赐主耶稣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他的希腊文里面 这个身体就是 手嘛 就是那个 血肉的那个身体 血肉身体 有血气的那个身体 跟我们样样的那个身体 有血有骨有肉那个 那就在约翰福音书提到圣参礼的时候 他就不说身体 那是主耶稣 在刚才已经提到 主耶稣所说的就是 赐我的肉 喝我的血 所以 是肉 和血 那 马太 马可路加所记载的就是 说 那个饼就是 主耶稣的身体 但是 在 约翰福音书里面就比较指定的 赐 主的肉 赐主的肉 所以 相对来说 我们都知道 对观福音书里面的那个身体 其实 总含义来说 那个约翰福音书里面就是 圣参礼的时候要赐主的肉 喝主的血 所以还有葡萄汁 主耶稣说 这是我所立的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所以那个葡萄汁是血 所以圣参礼里面有 灵兽的 就是 灵兽主的身体 灵兽主耶稣的血 那约翰福音书里面的很直接就是说 是赐主的肉 喝主的血 这是 比较 清楚的 一种对比 如果没有约翰福音书的记录的话 那今天圣参礼我们等于是赐身体了 没办法 没办法理解 这个身体是什么 那 约翰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的 告诉我们就是赐 主的肉 喝主的血 好 那 主 那马太马可路加 就提到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个是 比较 广阔的一个 一个宣布了 这个宣布 因为如果你看 主耶稣 不管是哪 马太 马可路加 主耶稣 那天晚上嘛 就 拿起了一个饼 手上拿着一个饼 注谢了以后 他就陷入 这是我的身体 那请问现在说 这是我的身体 那 主耶稣的身体在哪里 不是在拿着这个饼吗 是啊 所以主耶稣在陷入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就把这个饼呢 成为 他的身体 其实当那个晚上 主耶稣的身体 还在 还在 在 在抓着 在 拿着这个 圣餐的饼 这个五教饼 但是主耶稣就已经宣布说 注谢以后 那个饼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 那个血肉的那个身体 主耶稣的血肉身体 现在变成了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饼 可以领受来吃的 这个饼 就是耶稣的身体 所以 并不是把耶稣 杀了要吃他的那个身体 不是那个 是吃这个饼 吃了这个饼呢 也相等就是 吃主耶稣的身体 这样的意思 那为什么 马太马可路加 特别要提到这个身体呢 因为 当晚 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 那还没有定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已经 已经 完成了 圣礼嘛 就是那个洗礼 洗脚 顺餐 这个三个圣礼 主耶稣必定要成选 那如果主耶稣定了十字架才做的话 那就 不需要了 所以主耶稣还在的时候 他身体还在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设立了这三个 圣礼 我们也表明 这个圣礼要成就的话 必定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示范的 而且他有特别交代 但是这个圣餐礼呢 主耶稣当晚 他的身体还没死啊 还没有挂在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 其实还拿着那个五脚饼 但是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是哪一个 是 那个五脚饼 是主耶稣的身体 那要意味着什么呢 主耶稣要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 其实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那个血肉肢体 倒成肉身来的那一个 成为主 成为一个 血肉肢体 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也特别提到 主耶稣的那个身体 就不是那个 所谓马太马可路家所说的 那身体叫索马 如果你看 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那个倒成肉身 倒成肉身来的 也就是指着主耶稣成为肉 来到世上 你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 14节 约翰福音第1章14节 倒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这是 这耶稣怎么成为 怎么来到世上了 所以倒 怎么样 成了 肉 成了肉 按照 演义来说 那个倒成了那个肉 就是那个sucks 就不是说那个souma 不像马太马可路家所说那个souma 所以 约翰福音书的记载比较特殊 它是比较属灵的含义 那我们还是要了解 主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带这个身体来 带着这个身体来 所以这个 这个身体 是 在 你如果我们看 西伯来书第10章 我们来看 西伯来书第10章 10章的4节 10章4节 因为 公牛和 山养的血 断 不能除罪 这是就业的一个影儿 要除罪的话 他们用公牛 山养的血 但是 西伯来书作者说不能 不能除罪 那第5节呢 那要除罪要怎么样呢 5节 所以基督 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 给我预备了身体 我们注意这一节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怎么样 预备了 身体 这个 这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身体 重要在哪里呢 挂在十字架上 必须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 救恩的计划很奇妙 就是要等到 罗马时代的这个 十字架的这个 死刑呢 基督就来到世上 接着这样的被挂起来 钉在十字架上 高举起来呢 这样能够 高举主耶稣 也成就了那个 摩西把这个铜舍 刮起来这样 仰望他的就蒙得救 这个意思 那 神 来到世上 到场肉身来到世上 就是耶稣基督 预备了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很重要 所以在 主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有十字架上 有 去句话了 所以所谓的是 十字架 七 元 这是 很出名的 去句话 所以主耶稣从早上的那个 九点 我们所认识的九点 一直到下午的三点 六个小时 挂在 挂在这个 十字架上 那这个时候 主耶稣曾经说了 去句话 所以十字架七 那给大家看一看 主耶稣的身体就 挂在上面 说了 去句的话语 那从这个去句的话语里面 借着这个 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个身体 挂在十字架上呢 他要成就什么呢 要 为我们死 为我们 为我们来去担当 我们的罪恶 愿意为我们承受这个死 所以我们的死是什么死呢 死有 有两种 一种是 血肉肢体会死 这个身体 血肉肢体会死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那第二种死是什么呢 是灵性的死 我们所知道灵性的死 就怎么样是 以神割绝了 以神割绝 一个 一个很出名的句话 我们常常说 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的那个身体呢 是 不能够得神喜悦的 我们来看这个 以赛亚书的 59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9章 59章第2节 以赛亚书59章第2节 但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 与神割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 淹灭 不听 你们 所以 这句话很出名 我们常常说 有罪的人 怎么样 神就不听他的了 因为他与神割绝 所以因为罪恶的 问题 神就 淹灭 就是 遮着脸了 不听你的 不看你 也不听你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做了一个 决定 就是说 成为一个罪生 有罪的身体 因为主耶稣本身是 是无罪的嘛 他是神 他没有罪的 但是 他要怎么样成为罪呢 他要来去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要表现出 主耶稣要行 要形容 或者要表现出 他 承担 我们的罪 承担我们的罪 就是 与神割绝 然后呢 神就 淹灭 而且不听他 所以 这个 必须要在哪里呢 十字架上来去成就 必须要在十字架上成就 所以 我们 要从 十字架上要看得到 主耶稣预备了这个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体什么时候 变成了一个有罪的身体 让神 湮灭 不听 与神割绝呢 好 那我们要从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 去句话那边 来去做一个分析 我们看第一句话 主耶稣说的 第一句话是 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 三十四节 我 我这 我圣句我不会翻了 但是我把它列出来 你们可以记录 因为圣句已经在这里了 主耶稣就说 福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是主耶稣 钉十字架的 第一句话 因为 主耶稣被羞辱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被蹊笑的时候 主耶稣在祷告 所以主耶稣的 十字架的 气缘的第一句话 是祷告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要大家注意的是 第一句话的是说 主耶稣称天上的那位神叫什么 父啊 那 父啊就比如说 主耶稣和天父还是一体的哦 就是说 祂还是那一个 无罪的 祂是神的儿子 祂还是以神的儿子的那个身份来 跟神说话 祂说 父啊 赦免他们 祂这样的祷告 好了 第二句话呢 第二句话 这是主耶稣和那一个强盗说的 一个强盗 在路加二十三章的四十三节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呢 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这是其他福音书 没有 约翰福音书 主耶稣就跟 祂的妈妈 祂的妈妈说 妇人 看啊 你的儿子 然后 主耶稣也相对的跟那个 主耶稣他所爱的那个门徒 在十字架下的那个 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他就说 看啊 你的母亲 所以 第三句话呢 主耶稣是 要父亲 做长子的那一个 责任 因为主耶稣在 在祂的家庭来说 祂是个长子 祂死的时候 定死之下的时候 祂的妈妈 玛利亚还在 在十字架下 所以 那主耶稣已经要死了 祂做一个家里的一个长子 祂必须要离开这个家 但是 母亲还在 所以主耶稣就说了 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 主耶稣要进 诫命 要完成 诫命中的那个要求 诫命不是口头 口头语 也不是一个口号罢了 也不是说 要我们把它 背下来就算的 而是要把它实行的 诫命是要遵守的 这是道德律 道德律必须是要 怎么成全呢 执行 那主耶稣就跟妈妈说 富人 看了你的儿子 他要接 他要妈妈接受 那个 他所爱的那个门徒 然后他又跟主耶稣 所爱的那个门徒 跟他说 看了你的母亲 要这个主耶稣 所爱的这个母亲 这个门徒 接受 领养 他的这个母亲 那后来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 果然 把他这母亲带回家 奉养他 所以 进了这个孝敬之道 第五节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诫命 其他的 其他无可质疑 他都遵守的 但是 唯有这一个 在十字架下 看见了自己的母亲 很无奈的 没办法了 那只有怎么样 把这个孝敬之道的 这个责任呢 他负起责任 于交 交代这个 他所爱的门徒 来去接管 进了这个孝敬之道 第四呢 你看 主耶稣就 这个大概中午的十二点 中午的十二点开始 主耶稣说 第四句话 以利 以利 拉玛撒巴 的大逆 所以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 离去我 这是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四十六节的记载 这是 特别的一个记载 你看看 我把它换成红字 主耶稣 第四句话呢 一样的 他还是 还是在 呼喊神 呼喊神 但是这个时候 主耶稣没有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为什么你去 他没有这样讲 他变成什么呢 他说 以利 以利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 从这个转 口语的转换 我们可以看见 主耶稣 这个时候 在说什么呢 为什么你去我 这句话 刚才我不是 有可能这样 谈过吗 要表明 身体有罪 一个有罪的人 有罪孽的人 与神隔绝 神烟面 不听 不看 烟面就是 不看 不听 就是耳朵 不听你的 所以这是 神对罪人的 一个举动 那主耶稣 这个时候的 第四句话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你去我 表明什么呢 主耶稣 代替了 我们的罪 全世界人的罪 所有人犯的罪 主耶稣 正在担当 所以这个 这句话里面的 呼喊 主耶稣 要表明什么呢 他 代替了 我们的罪孽 他在担当 我们的罪 所以他在问 因为一个 一个有罪的身体 他又说 神啊 神啊 你为什么离去我 你为什么 被隔绝了 你为什么 怨面不听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有这个含义 所以从第四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主耶稣 成就了 代替我们的罪 在史诗教书 要这样 给我们之后 他在代替我们 他这样的呼喊 是一个罪人的 一个祷告 罪人的一个祈求 询问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四句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主耶稣 要表明什么 像我们一样 灵性死了 有罪的 灵性死了 好 那第五句话呢 主耶稣说 我渴了 渴就想喝水 这个渴也有一种 饥饿渴渴慕 和渴慕神 寻找神的那种 因为一个人被神离去了 有一种现象 就是我渴了 我很渴 要寻求神 要渴慕神 这样的一个事 但是有人拿醋 给他喝了 那第六 第六句话呢 约翰福音书 十九章三十 主耶稣 就说一句话 成了 成了 所以成了 这句话呢 成就了 这个 第四句话 第五句话的内涵 成 主耶稣成了 最深的身体 主耶稣成了 像我们一样 这个有罪的身体 与神隔绝 神厌面不听 这样来担当 就是他成了 那成就了 他就怎么样 主耶稣就 低一下头来 那低一下头是故意的 动作的 低一下头来 他就要死了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 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呢 就 结语 就结束了 十字架上的所有的话语 第七句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 交在你手里 这是主耶稣的最后句话 但是有没有追追追呢 最后的一句话 主耶稣又怎么呢 又回去呢 父啊 他又呼叫天上 那为什么叫天父啊 就不是我的神了 所以你看整个的十架的七句话里面 第一句话 主耶稣用父啊 是用神儿子的身份 他是神的儿子 的确的 那第七句话的最后句话 主耶稣也用父啊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 也用父啊 但是很奇怪的 在第四句话的时候呢 主耶稣竟然是用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去我呢 所以 那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 确定说 第四句话呢 等于是主耶稣 以他的这个身体 来去承担 我们的罪恶 跟我们一样 有罪力的人 与神隔绝 神就怨面不听他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从这里给我们看到 第四句话呢 他变成跟我们一样 担当了我们的罪的那一刻 跟我们这样的心灵都一样 神啊神啊 你为什么离去我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四句话 我们可以画一个等号说 他就怎么样 灵性的死亡 跟我们一样 是主耶稣要替代我们 这个灵性的死亡 因为我们被神拒绝了 被神离开了 好 那什么时候 他的灵性 活过来呢 就是主耶稣说 成了 成了 然后他就回到 他原来的 他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 交在你的手里 这是灵性的复活 所以我们从十字架上的一个过程里面 主耶稣正在成就一个救恩的一个 一个内容 一个内容 他要给我们看到 他跟我们一样 会面对灵性的死亡 被神离去 灵面不堪 但是后来他成就了 所以你看主耶稣第六句话就说 成了 好了 就完成了 他在断气之前就成了 他就要进入另外一段的一个死亡 就是身体的死 所以这样的话 主耶稣就觉得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 这个时候 主耶稣就把身 这个身体的那个 活着人的生命交出来 他就拿出来 这个这时候的成了 那比如说在十字架上 好了 完成了 就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 借着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灵性的死亡 也这样的成就了 以后我们靠着十字架的这个救恩 灵性能够得到复活 所以 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是成的 一百八千的成就的 没有 没有遗漏 那是绝对 一百八千 有效的 所以 那第七句话 第七句话 父啊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 主耶稣又 进入另外一种的死亡 那是必须要死的 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过 他要死了 买葬 第三天复活 那是要另外成就 还有一个救赎的一个过程呢 然后 应用在这个洗礼的时候用的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从十字架的去句话里面可以看到 那个灵性的死亡 灵性的复活 然后也看到主耶稣的死亡 身体的那个死亡 就是那个血肉自己的死亡 然后也看到主耶稣从 身体的复活 灵性的死亡 我们可以从 刚才的这个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了 我们已经刚才看得到的 就是说 就是那句话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去我 所以 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五章 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主耶说替众人死 替众人死 所以是在十字架上的 第四句话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的 所以他 他很辛苦 他真的很苦 因为神离开了 所以那是一个 罪人的一种 渴慕 罪人的一种 最痛苦的 那种情景 主耶说已经 活现给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看 希伯来书 二章第九节 是什么意思呢 希伯来书 二章第九节 二章九节 唯独 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 尝了食味 看到吗 这个 希伯来书作者 特别描述这一部分 主耶书为怎么样 受死 因为受死的苦 他得了这个受死 要受死的时候的苦楚 最难 人受的苦是什么样呢 被神离去的那个苦 灵性的死亡 有罪的那个身体 所以主耶说 表现出给我们看到 他 他真的很苦 所以罪人 如果没有了神 这是最难过的 那主耶书就 受了这个苦是怎么样 为人人 尝了这个死味 什么死味 灵性的死 被撇下 被离开的 好像那些人 面对了这个死亡 绝路 已经是没有了这个 活的机会 就是死味 所以灵性的死亡 更可怕 因为被神离开了 那后来灵性的复活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主耶书说 约翰福音 是九上三十 成了 就成了 那既然成了 就怎么样呢 他就进入了 父啊 我将我的灵 交托给你 就变回说 主耶书称天上的那位神 叫父啊 又回来的 那一个 神儿子的 那个身份 所以在使徒行传的 十三章 就有这样的一个补充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 十三章 使徒行传 十三章 二十九节 这是保罗 在着见证的时候 步道的时候 这样说的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十三章 二十九 既成就了 经上指着 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 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大家注意这个章节 成就了 经上指着 他一切的话 这是在什么呢 还没有从 使字架上 拿下来的时候 放进坟墓里面 所以主耶稣 必须在 使字架上 要成就了 一些事情 就是要成就什么呢 替我们的罪 担当 为跟我们一样 接受了 灵性的死亡 有罪的 那一个身体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你为什么领去我 就担当了 这一定要成就的 这一切话 然后呢 成就了这个以后来担当了 他这样 他就说成了 所以你看那个主耶稣 是成了 就跟这个 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九 成就了经上 记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是这个意思 成了 好了 成就了 救恩 成就在十加上 主耶稣 就死了 低下头来 那二十九节下半节就说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面 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那进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怎么样呢 身体的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身体的死亡 所以主耶稣的身体 真的是死掉的 所以那个 道成肉身来的 那一个身体 曾经是死的 所以他在说 父啊 我向我教父女 他就 他已经低头 他就死了 而且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冰丁也确认说 耶稣是死的 所以没有 没有打断他的 腿骨 是用枪 砸他的 内旁 所以内旁被扎了以后 就有血和水流出来 这是身体的那个死亡 正式的 主耶稣死了 主耶稣把生命舍去了 但是主耶稣会复活了 主耶稣也把生命拿回来 所以如果你看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 等等的 这些我拿的 这些圣经章节给大家看的 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呢 不是那个血肉肢体的复活 不是那个血肉肢体 不是像那个 拉撒路的那个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样 是出属的 复活出属果子的复活 因为我们要配合 你看下 哥林多田书的十五章 保罗有特别解释 我们看哥林多田书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哥林多田书十五章二十三节 这圣句没有在这个荧幕上 这是我赌上去的 哥林多田书十五章二十三 但个人要按照自己的 持续复活 出属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是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很清楚 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呢 是怎么样 是出属果子的复活 是没有人有的 空前解扣 以后才会有了 之前没有的 以后呢 就我们 我们要跟主耶稣的复活要一样 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复活呢 是什么复活呢 是灵性的身体的复活 就是灵性的身体 所以 这一些主耶稣都成就了 为了是要让我们也体会得到 让我们体会得到 所以这个表的下半段 你看到是信徒 我们有没有灵性的死亡呢 有 我们都面对灵性的死亡 如果你看以福所书四章的话 那里告诉我们 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你跟外邦人一样在罪里 你是与神割绝的 你是有罪的与神割绝的 哥罗西书里面说 我们的生命 没办法跟神在一起 所以灵性的死亡就是说 神离开你 你没有神的生命 然后神 与你隔开 没有给 颜面 不听你 没有跟你同在 这是灵性的死亡 人没有神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 绝书来呢 是为什么呢 解决我们的罪 因为罪的缘故才让我们能够 灵性的死亡的嘛 亚当的犯罪 你看他一犯罪以后 他的身体有没有一个死呢 没有 他还活到九百多岁呢 但是 他的确有没有死呢 像神所说的 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 那是什么死呢 就是灵性的死亡 就是什么灵性死亡 神跟他隔绝了 神跟他人的那个 那个 属灵的生命 隔绝了 没有了 那 我们有没有灵性的复活呢 有 在 罗马书六章 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一刻呢 从水里上来呢 我们是 与主 一同活过来 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因此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灵性的活过来 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借着 受洗 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与耶稣一同 活过来 这是灵性的复活 那当然这些成就都是因为主耶稣的身体也死亡了 然后 买葬了 第三天 复活 所以主耶稣的那一个的复活的 景象呢 也告诉我们在属灵行业 灵性 死亡是可以带来 活过来的 是借着洗礼 所以我们 洗礼都是 在主耶稣的 死礼 就是 与主耶稣同死 同买账 与同复活 那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死啊 都会 希伯来书九章 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这是我们的身体一定会 肉身一定会死的 但是我们不怕 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灵性身体的复活 是一样的 我们也会跟主耶稣一样 都会在 灵性上也会 也会复活的 我们来看 格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我们请看 这一个 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四十四节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所以 大家注意 这个是什么呢 是 是那个灵性的身体的 的复活 灵性的身体的复活 所以 我们 从主耶稣的复活呢 让我们了解 我们今天也会跟主耶稣一样 有一天 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 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复活呢 是身体的复活 跟主耶稣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受洗了嘛 既然已经受洗了 那接下来主耶稣的那个 灵性的复活 我们也会有 好 也会有 我们来看 《一汉一书》 《一汉一书》的三章 《一汉一书》第三章 看第二节 三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呢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好 大家 我们 我们注意到这个 这是 使徒约翰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指示 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主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向他 看到吗 必要向他 接下来中文圣语说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其实 这句话不是这样翻了 这句话如果我们回到 原来一次我看见 你可以参考其他的版本 有一些版本 英文的也是这样讲的说 因为什么呢 我们 我们必要像他 也要跟 也要跟他的复活那个一样样 就是 有 可以见得到他的那个 跟他的那个 灵性身体的复活的那个 一样 一样 所以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从 死了的人在坟墓里要活过来的时候 我们是灵性的身体 跟主耶稣一样 那是信 主耶稣人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 复活 得生命的 我们变成这个灵性的身体 所以我们可以 刚才从这个 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里面 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那个身体 所以为什么 主耶稣在马太马可 路加会特别说 这是 我的身体 因为主耶稣的这个身体要给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 让我们从 灵性的死亡 带来这个灵性的复活 也让我们看到身体的死亡 但是后来主耶稣带来一个 灵性身体的那个复活 那个身体的复活就是灵性的身体 所以是带来我们这样的一个 盼望的 所以 圣参礼呢 也告诉了什么 我们赐主的肉 来喝主的血 这是圣经的那个意义 如果你看 约翰福音六章 55到58了 这荧幕上我也把类出来的 什么意义呢 吃主的肉 喝主的血 第二呢 以主联合 活在主的里面 主在我的里面 好 第三呢 我吃了圣餐以后 我会因为主耶稣活着 这是一个 精神上的帮助 我为主活着 好 那第四呢 吃了圣餐呢 这个圣餐会带来的 叫我们永远活着 就算死了 埋葬了 所以说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复活 得 生命 得永生 就是永远的活着 所以在这约翰福音书里面 就特别的 奇妙的 就 到处了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 就是圣餐礼 有 什么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 感谢主了 借着使徒 约翰 这是 绝书所爱的门徒的这种 记载呢 从 约翰福音书里面 让我们能够领受 这是 圣餐礼的 重要 这是约翰福音书里面的 圣餐礼 宴绝书 帮助大家 那我们今晚 这个 茶经 就在这里结束 我们一起 要做 祷告 感谢天父真神带领我们 也求主继续的 帮助我们 在疫情当中 我们还是 祈求主耶稣的 保守 大家 我们现在 就一起 归下 奉主耶稣的圣明 祷告